欢迎大家收看妈妈《糖水浦》 今集继续和大家讲 《与野屠夫林过云残酷连环枝解案》第二辑 时间已经40年了 但香港人仍然念念不忘 如果要数震撼人心的一些犯罪奇案 与野屠夫肯定是名列前茅 榜上一定有名的 在他的后宫中他自己宣称有四个受害者 但曾经有警员参与案件调查的过程中 他们表示受害人可能多于十个 甚至最多到十五个 至于其他找不到确实资料的 有多少个受害人呢 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迷 一个一个未知之数 什么驱使林过云成为一个连环杀手 就要由他的童年开始讲起 《与野屠夫林过云》 其实他的真名叫做林国玉 出身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背景 他爸爸有三个老婆那么多 加一加自己同一室 或者是同父义母的兄弟姐妹 有十个 林过云其实是长子就是大儿子 因此他爸爸对他的管教非常严厉 他幼年的时候跟随他生母 跟着他爸爸一起在文莱做过事 后来转转回到香港这儿生活 他学业成绩 小时候还可以的 但是去到中学的时候就跟不上 于是就经常被爸爸严厉的斥责 据说曾经试过吃饭的时候 他只不过疏忽了一些饭桌上的礼仪 例如没有叫人吃饭 就被爸爸大力地打一巴掌 把头砍在墙上 也都是父子经常造成争执的 曾经试过 林过云因为这样之后 就是跟家人渐渐疏离 经常一个人躲在一个房子 不会跟他们交谈 后来虽然他在他爸爸的 电单车的公司那儿做事 跟着可能因为经常父子有争执的关系 就去了做冷气机学徒 都是做一些散工 试过有一次就是在官堂有个住所里面 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在洗澡更衣的时候 林过云就偷看她妹妹的身体 被人不发觉了 又引起一个很大的风波 于是另一房的妈妈就跟他说 你不要在这里住了 不如你去搬去 另一个住所就是位于土瓜环 贵州街的住所 他跟他爸爸经常都会有争执 1973年的时候 他曾经因为争执之后 就走了出来拿着一把刀 挟持一个女子进了女廁 就对他上下其手 被人揭发了 于是警方拉了他之后 但是经过精神鑑定评估 就说他不适宜接受审判和监禁 于是判了进去青山精神病院 监禁超过100天 事后就放出来他就改名了 自此他就叫林友强 他就不用原名林国瑜了 后来他就做了职业的的士司机 但是比较喜欢駕夜间的士 他的生母的益術就是说 自从林过云做了夜间的士司机之后 他们一家人见面的机会 交谈的机会更加少了 平均是两个星期才有可能 是见到林过云一面 他的生活是非常神秘 他就加入了摄影同号会 认识了很多个朋友 其中一个叫做张仔 就是在影相谱 换句话说是在冲印店里工作 他对这个摄影有一个很浓傲的兴趣 家里的地方不是很大 他的工作赚的钱不是太多 但是他很舍得买昂贵的摄影器材 更加罕有的是他拥有摄录机 现在我们手机都可以录影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拥有摄录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还懂得可能要剪辑这个工具 他有摄录机 有摄影器材 即是有摄影机等等 想不到就成为他日后犯案里的工具 亦都成为后来的呈堂证据 在上一集我们就详细讲了林过云的手下亡云 有四个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过程是怎样的了 最后都是被肢解然后弃尸 有些甚至乎留下一些残肢标本在家里面 究竟林过云他为什么要这样犯案呢 心理因素是怎样的呢 这件事这么轟动 警方对林过云就严加盘问了 林过云也直认不为 他说第一个受害者 其实他杀的死者 即是陈凤兰 他觉得是替天行道的 因为陈凤兰的任职 就是在母厅里面 一个母女大班 在他眼中 他觉得这帮人 是做一些羞恥的事 是不好的 他觉得杀害他们是对的 他们是该死的 我特别要强调 这个是林过云自己的个人观点 而且在我们来说 现今社会来说 他的确是将这个人性扭曲了 没有人会认同他这个观点 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死者 他们同样都在夜总会工作 不过他们的任职的崗位 一个是收益员 一个是清洁女工 其实跟他所说的可耻的工作 没有专严的工作 根本是两码子的事 但是林过云将它困为一谈 至于为什么要杀害第二和第三个死者 其实他就说已经是杀上瘾了 好了 如果这件事是成立的话 他觉得在母厅夜总会工作 是一种没有人性尊严的工作 他觉得这些人是可耻的 应该死的 第四个死者是一个学生 又如何解释呢 在这方面 林过云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杀害第四个死者梁慧心 他是一个少女 是一个中学生 甚至乎在车里面 和梁慧心是进行一次最详尽的交谈 在谈话的内容 牵涉很多的范围 有生死、有宗教、涉及灵魂等等的话题 他对梁慧心是最有感觉的 但是很可耻地 他也是唯一一次对梁慧心进行了监视 在警方的盘问下 他们问林过云 既然你对最后一个死者梁慧心 有这么详细的交谈 为什么你都要把他这么狠心地杀害呢 林过云他答不出来 甚至乎他曾经一度因此而落泪 有一种感触在这里 他最后的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了他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犯下的罪行是正规确作 无可以推毁的 除了他犯下了监视这个严重的罪行之外 其中有位死者 曾经被林过云切了肉 去尝试吃人肉的滋味 不过他自己都说 他试了之后 他觉得吐心 他有些作吐的感觉 所以他觉得人肉并不是好吃 亦都是放弃的 只是将他们一些人体残层 甚至性器官的部分 所以林过云切成标本 给自己日后欣赏 欣赏这些标本实物之余 拍摄的录影带 就是他解剖肢体的过程 全部被他记录下来 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之一 根据前法医 就是马孙立的证供 他说看过录影带 林过云他的解剖是自学回来的 亦都看得出他第一次他的手势 是非常之不纯属 落刀的地方往往有失误 第一刀跟跟着落刀的地方 都是会不同的 但是他看到第二次和第三次 他同样用解剖刀去做解剖的时候 他的技术进步得很快 亦都很纯属 因此除了说有人体的器官做标本之外 在家里还能搜到一副女性的盆骨 但是他有没有对其他女性死者 进行艰丝活动 因为第一找不到全部死者的肢体 第二也有部分死者的外阴部位 就是被制成标本被药水浸泡太久了 所以基本上是很难 可能查出他们生前或死后 有没有被侵犯过 有这麽变态的行为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犯案 十足十就是一个连环杀手 在外国的地方 我们经常见到连环杀手的出没 这些案例屡见不鲜 但是香港真的从来都未试过 如果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去杀人 之后真的很难有迹可寻去追查 但是连环杀手就不同了 他们作案的手法是完全可以追随得到的 就以林过华为例 他们首先为了一时的兴起去杀人 但是接着他们会有一种冷却期 换句话说 就是暂时去沉淀一下 他们暂时不再去犯案 但是很快他有一个就是幻想期 就是那种冲动迫使他再次出手 因为这样就会变成上瘾 从中获得一种快感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去重复这三个阶段的话 他们犯案的期间是会越缩越短的 我们看回林过华 就会知道他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进程 第一次犯案的时候是二月 如果我们相信期间他没有再犯案 因为真的找不到实质的证据 第二单犯案是五月 接着就是七月和八月 是越来越密的 进入一个比较是疯狂的状态 而往往凶手因为进入这种疯狂状态去犯案的话 就会令到他露出破绽了 林过华这单案件就是这样 第一他称自己做雨夜杀手 当然了 传媒叫他做雨夜屠夫 因为他犯案的时候 很多时都是落雨的晚上 亦都是因为大雨的关系 令他将第一个死者 陈凤兰的残肢 棄置在山坡草丛 甚至河边的时候 都被雨水冲走 然后落到下游的地方 是浮了上岸而被人发现 至于第二样就是 估都估不到 林过华那么烈 忠意去拍照拍照 他自己亦都懂得去冲印 虽然家里地方不是很大 他尝试自己冲印照片 有一张可以说他的招牌照片 就是一个四分五二的林过华 是他自己用特效冲印出来的 不过他并不是以此为满足 居然膽大妄围到 将杀害受害人里面肢解的相片 拿去充电店那里去冲印 这个就是令到他被捕的主要原因 上一集都说过了 林过华在摄影同好会里面 就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张仔 在尖沙咀某一间冲印店里面 任职的 他经常都会拿相片给张仔去曬 张仔曾经都问过 为什么你的相片里面有女性的特写 一些器官的特写 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 就算是以前你拍裸女 这个并不涉及犯法 因为你没有公开的相片 不是用来售卖 然后他继续都是去曬这些相片 后来他就讹清了 这些相片就是因为在殯儀馆里面的脸房 里面的解剖照做医学用途 张仔都不以为疑 在8月10日的时候 他就要求将有一些相片局部放大 这个放大的技术 在尖沙咀 即是张仔任职那间冲键店里面 就暂时做不到 因为那个所谓的放大机 就是坏了 唯有拿去同一间冲印店 在旺角的分店那里 就进行这个工序 其他的同事就接手了这件事 张仔就说信了 其他同事就看到很大件事 发觉是这样的话就通报上司 然后上司就去报警 警方就大为紧张 一看之下就觉得是一个重要线索 据说其中一个线索就是 除了有解剖的过程 有特写之类 有一张相片的一角 有一滴水珠在这里 当然在解剖过程里面 可能会运用到药水 或者用水去清洗一些地方 所以有水珠是不奇怪的 经过放大之后 那粒水珠里面 反映到死者的面容 而警方就是说 凭着这粒水珠里面 反映到那种面容 是可以聘合到 类似第四位死者 于是更加就怀疑 林过云就是这个连环杀手 于是在他18号拿照的时候 就将他拘捕 去审判的期间 证实他的精神可以说是 虽然是扭曲 人性扭曲 但是他的精神是健全的 他亦都一再逃避 希望利用这种 好像精神病的漏洞 能不能够逃避去审判 是这样的 轰动一时的雨夜屠夫林过云 被裁定判以还手死刑 当然了 香港那时候已经废除了死刑 循例是改判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有时候会有假释 例如指甲藏丝案的主角 欧阳炳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曾经也有一个传闻出来说 林过云有可能进行假释 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个个都是人心惶惶 经政府去解释 相关部门权教处去解释 只是一个循例的程序 林过云因为他再犯的机会是非常之大 他永远是不可能作假释 换句话说是真正的终身监禁 他将会老死在监狱里面 在审判之后 林过云的爸爸就在玄园学院 涉至灵毁 将四位死者的灵毁在那里供奉 但是这样能不能够使杀了 他儿子所犯下的罪行呢 他爸爸说过 虽然他对管教非常之严 但是责任不在于他 他说社会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 你又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 虽然说死者已议 案情已经发生了四十年了 但是大家记住 天网恢恢疑 疏而不留 我们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盼望 我们什么时候都会相信 公义是会彰显的 以上就是今集的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一连两集 就讲雨夜屠夫林过云的案件 就是我都想讲很久的案件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都会继续讲不同地方的奇案给大家听 大家喜欢的话 给个赞我 给个赞我 给个赞 介绍给多点朋友看 什么什么唐水埗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这一节是一个突发的猛料的补充 因为自从上一辑 就是我们林过云这个特辑 我们分开两集来播出 第一集播出之后 得到很大的回响 很多观众都有留言 给他们的意见 甚至乎他们当时的资料 希望填补一些资料上的遗留 或者缺陷 在前天我们得到一个观众 他就给了一个突发的猛料 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首先讲回 林过云为什么会落网 就是因为他把受害人避害的照片 解剖图等等 拿去一间充饮公司那里 曬出来 于是这样来揭发了这一件案 然后又找到有四个受害者 那么多 上一集我不是说过 警方的线索应该受害人 是多过十个 那么多 究竟是不是呢 也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呢 也为什么最后都找不到呢 好像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我们得到这位 所谓的线人观众的情报 就是说 他原来当时就是在这一间 林过云拿去晒相的充饮公司那里任职 是同一时期 就是在揭发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任职 那是不是里面我们介绍的那个张仔呢 不是 并不是张仔本人的 甚至乎他都跟我说 他说其实这件事 张仔在里面所佔的位置 都不是那么重要 只不过张仔是会 林过云本人的 但是这件事 是不是张仔结伐 原来不是的 首先讲讲这一间充饮公司 我都说是尖沙咀的一间充饮公司 就是哪一间呢 就是阿达远东 大家听过了 阿达自从 就是现在有了我们数码化之后 没有人充饮 但阿达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就是菲林的品牌 拍电影影相 就是号称最好的质量 阿达远东 在香港当时有四间分店 位于顺磨中心 即是在旺角 就是尖沙咀海日酒店 商场那里 向着彌敦道那边 有一个铺位 香港岛这边 就是中环北达街那里 还有北角 就是一个国都商场那里 就有个门市 另外在渣华岛那里 就有一个阿达整栋的大楼 就是总部 所有 是所有的菲林 都要交到总部那里做充饮 在总部一次充饮 就不是在店里面充饮 即是发展到后期 才是在店里面 可以自己有充饮机 但当时不是 因为当时 如果你充一卷菲林 在80年代初 这件案是82年 80年代初的时候 平均一张3R的照片 要过四 在过四来说 那时候很贵 一卷菲林 36张 这样算 充完一卷菲林 算完充饮費 是要55元 当时平均的入息中位数 一般的民员 可能是800至1000元左右 一个月 相当贵的充饮費 换句话说 在那时候 捨得去曬照片 和整天曬照片 都是很有钱 或者很喜爱摄影才行 我们号称 善仁S 善仁S 他说 林过云是一个熟客 他是整天来曬照片 他们都说 林过云的照片 摄影技巧 真的不错 但当初曬照片为主 原来他是翻映色情雜誌里面的照片 原来是平面的 即是没有立体感 即是拍一张咸照 就拍这些照片 后来就看到很多这些 女性的裸体 甚至是学类之类的死尸 解剖图 例如女性性器官的特写 镜头等等 你会说 原来他们看了这些照片很久 为什么会看到 和为什么这么后才通报 原来他们就说有解释 第一件事就是 这些照片 当初他们看到 不以为然 因为光顾他们 因为如果去柯达那里充满 是收得比较贵的 换句话说 收得贵 质量希望高 来的客人质量也会高一点 不是一般的充满 他们当时来光顾的 有很多真的在医学院工作的人 有些是医生 有些是教授 是真的会看到这一类 这样的照片 是有的 但是知道那些人是做什么工作 亦都这样说 亦都看到一些所谓的社会的名人 拍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他们都有的 但是外于这个专业的守则 和客人的私隐 他们是不能够公开 自己看完就算了 为什么会看照片 是不是一定会看照片 原来又不是的 视乎他生意额 多不多 即是那一段时间 多不多人去晒相 多人晒相的话 他们就真的忙到 就转不过去 在总部晒相 就分发去每一个分店铺位 在那里给客人 不可以坐楼 但是如果有空闲的时间 他们是要有一个QC 叫Quality Check 正所谓拿照片来看 有没有问题 有的话要再晒过 他们就是说 刚巧就有几次 都是找到林郭文晒那些照片 他们曾经觉得 真的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过分 跟上司通报 但是最初上司会觉得 喂 这些东西不能够乱去质疑 因为为什么 一旦别人拿到证据 说这些原来是 真是我合法得回来的 例如什么叫合法 我真是医学院里解剖 或者医院里解剖 拍了这张照片 你质疑他 然后你公布 那即是公布 公开他的私隐 以及你看他的照片 你侵犯了他的私隐 分分钟就很容易 会被客人反告回头 他们有这个顾虑 直到有一次 这个先人 直到有一次 他们看到一张照片 除了有一个劏尸 很离谱之外 他们都说 免为其难 都由你过关 直到有一次 他看到有一张照片 是用一支木棍 插入女死者的下体 他觉得这件事 不能够容忍 也不是一般的照片 于是这样来通报 经动了上面 然后他就说 一定要报警 然后经动了警方 这样就将林郭文 承之于法 很多谢这位观众 这么热心 告诉我们 我们得知背后 还有一些事 他告诉我 背后还有很多 其他复杂的故事 在这件案件里面 外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可以和大家说 暂时有这么多资料 再次多谢这位 这么热心的观众 善人S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什么什么糖水泡》